自恋 才没工夫 就是 《余生请多指教》作为一部甜宠剧 怎么可能少得了吻戏 号称有50场之多 整部电视剧这么多的吻戏 让人看得如痴如醉 从这50场之多的吻戏 可以看到 顾一生与笑笑之间的感情 在一步一步升华 严华文是他们的初吻 很轻很美也很浪费 顾薇和林志笑的轻轻点水之吻 配发不同的声音 欲望满满 胜过失吻的交换口水 没有丝丝邪念 接吻是两性亲密行为之一 我们通过顾薇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 男生也会很紧张 看看顾薇这小眼神 心也被撞了一下下 第一声吻 波 第二 男生会把你抱得很紧 看看我们顾薇的手 很会哦 把林志笑的脸紧紧裹住 第二声吻 妈吧 第三 大脑空白 有点缺氧的感觉 也会眩晕 我们顾薇 久光想着偷亲了 拍利德 忘记拍了 第三声吻 波 三 二 第四 手 不知道放在哪里 有点不知所措 我们顾薇确实不知道 手应该放在哪里 第四声吻 摸 我走了 第五 眼睛迷惑 顾薇生漂亮的眼睛 咱也不知道是该睁着还是闭着 第五声吻 摸 第六 打开新世纪大门 三十年才铁树开花的顾薇 对吻充满了想象 第六声吻 八 第七 纠结 顾薇想 我要变成老司机还是小鲜肉呢 第七声吻 揪 第八 担心 顾薇心想 我这么有洁癖的人 不会有口臭吧 第八声吻 摸 第九 开始享受 像吃棉花糖一样 顾薇 我虽然有克制 但是太甜了 第九声吻 妈 第十 如痴如醉 享受这样的温柔和美好 顾薇情不自禁 恋恋不舍 才没有 你就是 第十一 想战友 强烈的战友心开始作宠 但是需要克制 顾薇想 马上要双宿双漆 去德国了 是不是可以水到渠成了呢 第十二 生理反应 顾薇想 冲动很正常 但是要冷静 要不会弄疼对方 第十三 小心试探 顾薇需要观察 咱们笑笑的心态 刺激耳动 第十四 幻想 婚房 孩子的名字 可能都想好了 可是我们顾薇却做到了 第十四声吻 最后的婚礼吻 二人携手走进婚姻 全身心交付对方 婚礼当天的吻 坦诚相待 幸福满满 这种高水平 蜻蜓点水的吻 说明 战哥还是挺会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 进行点赞 留言